这就是我们正常直板时候打反手的一个动作 其实我们直板打反手的时候 它是有一个像画圈一样的这个动作 你看我这个动作是不是正常在去画圈一个范围 对不对 对吧 你的引胖要收回来 引胖的时候要弯腰弯腿 对吧 然后小臂往前往右 臂往前往右的时候呢 要靠肘的这个力量 肘就相当于一个支点 我们小臂往前去发力 好多直板球友打球啊 反手手腕是这样的 对吧 这是我见过最多直板球友的一个问题 手腕一定要弓进来 看到没有 弓进来啊 正面对球 然后手腕呢 你看可以稍微有一点这个波动 有一点点大拇指发力往前波动 你不能这样啊 直板球友的手腕不能这样 对吧 你不能一直顶着劲 你这样使不上劲 每一次打完反手以后 引胖的时候手腕要回来 要回正 然后在打的时候 你的手腕可以再送出去一点 然后再横板啊 横板呢 你的肘就可以稍微架起来点 也是手指手腕 但是你手腕幅度可能没有那么多 小臂往前正常往前送就可以了 小臂也是往前往右 对吧 往前往右 大家不要这样打 好多人横板左肩老靠后 一定要站过来啊 而且你这个手打完肩膀要还原 你别一直在要撑着 别这样打 好多反手 横板打反手容易这样 注意你的手要回来 你在撑的时候 这个肘这个支撑点啊 是你在打的时候去支撑 而且把手腕不要这样翘着 好多人打的时候 手腕老这样动 手腕是不能动的啊 手腕要固定 我们要给球一个比较集中的力量啊